台当局领导人3月12号 前往新北领口 视察号称所谓最硬叫召的 台湾地区后备翼训练情况 并声称 此次训练召集不仅时间延长 科目也比以往更多 也更加严格 今年又知秋 为您带来3月14号的 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 一颗星的新闻 印度国防部3月11号 发表声明称 印度方面9号 在进行例行维护工作时 因技术故障 意外向巴基斯坦 发射了一枚导弹 声明说 虽然这起事件 令人深感遗憾 但索性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印国防部在声明中 没有提到导弹的具体型号 但一枚报道称 这可能是一枚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继续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3月11号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 2月24号 在新墨西哥州 白沙导弹靶场进行的测试中 美国导弹防御局 用萨德反导系统 成功发射了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 并称 这枚拦截导弹 飞到了截击点 随后按计划自毁 此次测试证明 这种导弹 可以直接整合到 萨德武器系统中 继续来关注 三颗星的新闻 据国防部消息 中印两军3月11号 在墨尔多楚书洛会晤点 应方迎策 举行第15轮军长级会谈 双方继续就推动解决 中印边界西段时控线地区 有关问题开展讨论 双方重申 实现剩余问题的解决 将有助于恢复 西段时控线地区的 和平与安宁 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在此期间 双方同意保持 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 继续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据日本防卫省通报 当地时间3月10号 十艘俄罗斯军舰 穿越金青海峡 日本自卫队派出舰机 对其实施了跟踪监视 日本广播协会表示 由于金青海峡是国际海峡 包括军舰在内的 外国船只均可通航 但防卫省的一位官员表示 这么多艘俄罗斯军舰 同时通过金青海峡 是不寻常的 这可能是对日本的一种威慑 因为日本已经对俄罗斯 实施制裁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综合党内媒体消息 台当局领导人 3月12号前往新北领口 视察号称所谓最硬叫召的 台湾地区后备疫训练情况 并声称 此次训练召集不仅时间延长 科目也比以往更多 也更加严格 对此 有岛内网友质疑 台当局到场所谓视察 其实是在作秀 也有网友直斥 如何避战才是重中之重 民进党当局搞到两岸紧张 只为选票很可耻 关注中国军号 了解更多军事咨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